升温虽然指挥中心认为说 接下来还会开放让基层诊所来 让民众可以施打疫苗 但是疫苗的数量根本不够 相关的采购焦点到底该怎么解决 民间现在各界也表达说 愿意捐赠各厂牌的疫苗 宗教团体佛光山也抢头相发文 给卫福部疾管署来申请专案核准 进口美国的焦身疫苗 20万到50万剂 另外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也传出要采购500到1000万剂的疫苗 也准备要提出相关的申请 就连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也想透过管道来买疫苗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一切都是必须合乎中央 还有和原厂签约的原则 台湾疫情不见缓解等疫苗来救命 数量却杯水车薪 佛光山旗下国际佛光会 决定合理采购20到50万剂 美国焦身药厂疫苗 为台湾处以奋力 以向卫福部提交公文 警察 军人 消防局 宗教生殖人员来帮助他们 很多的事情现在变数都很难讲 没有拿到批文的话 核准的公文的话就不能进行 宗教团体开第一枪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也传出有意依照企业采购 八大条件 购买500到1000万剂疫苗 开放了所谓专案申请的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相关的文件资料 目前比较有技术性上的问题 就是这个冷练 苏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也宣布透过管道取得德国BNT 中国国药疫苗各500万剂 愿捐赠给指挥中心调度安排 我们愿意将该疫苗全权委托给卫福部 不要再因为政治因素干扰这一个疫苗的处理 来自民间各界争取支援防疫的声浪 统统在等卫福部点头批准 有这样政府跟原厂来签约采购 在程序里面我们不会让其他人去签约 因为他没有办法付这个责 不管是出钱也好 订定契约也好 然后接下来的安全性 也要互相有一个保障 台湾官方采购疫苗政治障碍重重 民间能否成为台湾采购疫苗的突破口 政府紧抓官方原厂两大原则 接着战权的伟成台湾到